在湖南长沙的一栋居民楼里 藏着一家凝聚了祖孙四代人心血的家扑馆 名为杨岳楼家扑馆 走进馆内可以看到用便间贴着杨、王、李等姓氏的木箱子 落满了三面墙 装着馆长杨岳平一家收藏的三千多册家扑 我与家扑结缘应该是我的家传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爷爷收藏了 那个同志年间的我们家的杨家的扑 还有光绪的扑 还有民国时候的扑 是有的 有216个新 三千多套祖扑 最早的一份是农清元年的 到现在将近有500多年了 将近600年 杨岳平说 自己已经收藏编修研究家扑40余年 从大学开始 他便利用闲暇时间跟着父亲一起手抄家扑 90年代初期起 家中陆续接到海外华侨华人 找祖扑放亲戚的委托 让他更加意识到 家扑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特有现象 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底蕴 2016年 退休后的杨岳平创建了这个家庭式的家扑馆 开始帮助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 和香港台湾同胞 寻根问族 修建家扑 最近一次的就是19年 马来西亚侨团 一个34位到我家扑馆来 他们到这里来寻根 就是要我们告诉他主缘 他是从哪里迁徙的路线 只是把迁徙的路线搞清楚 杨岳平介绍 这些华侨华人在回到马来西亚后 不仅修弃了祠堂 还修建了自己的祖谱 并将这些照片发给自己 表示感谢 他说 华侨华人们不管走到天涯海角 都是炎黄子孙 自己的工作能帮助他们 找到家族的历史 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他感到非常自豪 在杨岳平的影响下 他的丈夫和儿子 也爱上了家扑文化 如今 儿子杨应文正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开展家扑数字化工作 他告诉记者 纸质家扑一般15年 或更长时间才更新一次 且不太方便查阅 自己所做的工作 可将纸质家扑上 人的基本信息和照片 视频等录入系统 形成电子家扑 不仅查阅便利 而且能实时更新信息 在手机上 就能看到自家的族谱 我们查信息源流 只需要在我们大数据里面 匹配就行了 所以说 数字化的这一个 修谱的方式能够 更全面的服务于这一些 海外华人的修谱工作 杨应文说 从事家扑数字化工作以来 他接触到了许多海外华侨华人 很多人都能说出自己姓氏的故事 他们对于家族文化的认同 让自己感触颇深 他认为 家扑给予了年轻一代 重要的精神支撑 通过家扑 可以看到祖祖辈辈的奋斗历程 发现我们的祖辈 父辈其实就是自己的偶像 未来 他也将继续推动家扑的数字化 让更多人把自己的家族精神 文化传承下去 长沙市桥连党组成员 副主席刘斌表示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 想找到他们的祖源 了解自己的家族文化 并通过桥连 委托养岳楼家扑馆 找谱修谱 养岳平一家的工作 对华侨华人的寻根 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联系的也很多的 比如说泰国的 澳大利亚的 美国的 英国的 德国的 等等 这些华人华侨 他都有这种寻根 问族啊 修祖谱的这个意图 所以我觉得杨老师 修这个祖谱啊 应该来讲 对这个华阳华侨的 这个寻根啊 这一块 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